日本和美国签署的日美核电协议将继续延期。 这无疑为日本解除了束缚,该条约允许日本自行处置核废料,它曾被外界认为是日本悄悄推进核武发展的接口,因此,在美国曾有报答称,应该取消协议,禁止日本单独处理核废料。 专家指出,日本目前拥有47多武器几部,从理论上讲,这足以创造6000多枚核弹头。 在短时间内,日本只要是想,就可以瞬间成为世界第三大军事强国,并成为与美国和俄罗斯平等的核武国家。 其核威慑能力将超越中国、英国和法国。 美国军事专家认为,由于东北亚某个国家的核雨导弹计划,美国应该支持日本为发展自卫,而发展核武器的努力, 一边能够腾出美国军方的大量资源,并把它用于更紧迫的用途,例如与中国和俄罗斯打交道,军事力量的崛起,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,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日本成为世界级的拥合国家了。 从技术上讲,这并不难,日本本身也是太空大国,短期内有能力发展中程和短程弹道导弹,甚至洲际导弹。 因此,日本在国际社会眼中的行为,让中国和俄罗斯都非常紧张,中俄两国一直密切关注日本,并努力避免在世界范围内发生新的核军被竞赛。 日本富运输作为世界上唯一受到世界核武器袭击的国家,日本严格限制发展核武器,但美国也允许日本使用核平核,能。 过去几十年来,日本通过核燃料回收技术,建造了大量核电站,并提取了大量不元素。 不元素是制造核弹头的原料之一,国际社会严格禁止制造。 但是,美国给予日本特殊待遇,允许日本通过核平利用不元素,发展循环核能技术。 实际上,日本的47吨不元素储存能力,已经远远超过核平利用的范围。 在美国的压力下,日本在2014年将数百公斤的武器机部运往美国储存,但日本国内仍有大量的不处备。 另外,日本一直推出来自美国的高农缩油。 日本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对高农缩油的研究,在核技术方面取得了许多突破。 总而言之,日本目前的核技术发展正处于其中。 然而,美国在这个快速发展中,已经帮了很大的忙。 但是,日本现在已经引起了美国的注意,出长期拥有核材料吧。 日本一直在研制核武器,美国一再敦促日本归还核材料,并要求日本减少核材料储备。 日本可能会偏从美国要求减少核储备。 但是,日本的核技术仍在前进。 即使减少相关材料,日本武器水平的核技术也会不断进步。